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手机竖过来的话 你把我的脸都弄cut掉了 对 我们可以把手机横过来拍摄 对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宽广的一个视角 对 因为我们平时呢 我们人类的眼睛呢 我们视觉都是横向的 所以呢 我们如果横向拍摄的话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非常 在后期制作也是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方便 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视角 当然现在很多流行的是竖着拍的 当然你也可以 只是说对于我们后期影视制作来说的话 我们还是横着拍 OK 交给你 所以像这样子的呗 嗯 这样也OK 还好 还好 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拍 等一下 等一下 慢慢来 比如说 你看 比如说你以这个灯为主角的话 你可以先停住 数一 二 三 四 五 然后再慢慢动 到这边来 再停下来 一 二 三 四 五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录到一个非常稳定又非常smooth的画面 所以观众看起来也会非常的舒服 好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节目 我们下次见 OK 好 见笑了让大家 这是我们拍摄的一个小系列节目 然后就是说希望可以用最简单轻松的方式 然后用最省钱的方式 然后拍出华丽的画面 对 这是我们一个制作这个系列的一个初衷 所以我们从这个 这集里面我们看到说是有一个取景的方向 对 因为我们真的 因为我们在制作新闻的时候 我们会从各地收集素材 但是呢 让我们很头痛的是 常常我们收到的素材是用手机拍摄的 而且呢 都是这种竖向的镜头 因为我发现大家就是手机一拿出来就这样竖着拍 对 大家都喜欢这样竖着拍 竖着拍呢 这个也不是不行 对 素材拍的话 呈现的画面就是两边都有黑边 所以因为我们现在的电视机啊 大家看都是这种横向的 这种横向的 我们的视觉的感受也都是横向 就是一个横条的这样一个感觉 所以我们在后期制作的时候就会比较困难 对 我知道大家可能很习惯 然后拿出来我看很多 大家微信上传的画面什么 现在都是竖条 当然这也是一个流行趋势 因为大家习惯是这样子 我也看到很多那种现在拍的小视频都是竖着拍的 对 也是为了便于大家这个手机观看的一个习惯 但是如果我们要放到网络上面呀 或者放到电视上面的话 我们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画面是横过来的 所以如果在大家以后拍摄给别人提供画面的时候 当然你自己用无所谓了 没关系 对 然后但是如果你是拍给别人的 或者给机构啊 或者给纪录片啊 或者会议纪录等等等等 这种正式场合的话 最好还是横向拍摄 当然你自己在现在很多Vlog 像如果年轻人玩抖音啊 或者什么快手啊 或者一些Instagram啊 都是竖着拍 然后做selfie的时候 大家好 我现在到哪里了 我到AFC我来参加营会 然后大家都是喜欢这样 竖着拿手机这样拍 对 所以你拍摄画面就是这样子 但如果可以的话 比如说做会议记录 比如说今天我说 大家来拍一个瑞克在这边分享 我希望大家拿手手机都是横着拍我 对 这样之后 我们做成新闻也好 做成其他节目也好 这是非常方便我们的制作 不然的话把这黑边搞掉 一是很难 二是就算弄掉也不好看 因为我们会用一些技术手段 把它拿到后面 可能会放些别的图片啊 但是就画面就很奇怪了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 是使用水平拍摄 对 然后如果之后 等一下大家在尝试的时候 可以尝试习惯把手机横过来拍